看起來是朝停辦的方向在走 因為 你奧委會的資深的官員 而且有這麼有份量的官員 會之前在上三禮拜先出來講話 其實這個部分裡面已經在打預防針了 譬如說你日本一定要尋求作品國家的幫忙 譬如說中國大陸的幫忙等等 為什麼呢因為 疫情如果沒有控制住的話 他們是不可能辦 那不可能辦的情形下 之前有傳輸說 會不會英國接辦 他說不可能 然後傳說日本人說那我可不可以言到明年 他說不可能 不可能的情形下那日本就必須要破釜成州了 也就是你要用全國之力 把這個疫情防堵住 可是你不只是日本 你要防堵住 其實你整個周邊地區全部都要防堵住 那目前來講中國大陸控制的最理想 可是韓國報的情況很嚴重 那好那現在的問題 對日本來講他一定要儘快要在兩個月內要把這問題解決 因為他們已經給他期限 就是5月我就要做最後一個決定了 可是對日本來說 他經濟坦白說 他真的是 很 渴望 寄望於這一次的奧運 因為日本人士氣很重要 日本從這個上次的 就是 廣場協議 那麼已經 衰敗到現在的情形下 對日本來講 他們坦白說 他們需要 一致強心聲 然後 去 如果